看到许念念来了高兴得不得了 许念念还没开口呢 就忙把东西当天又卖完的事情和许念念分享 还问她能不能继续供货 这对夫妻确实朴实憨厚 先前用来敲打上家店铺老板娘的方法 自然不会用到他们身上 许念念也干脆 直接把剩下的两百个刘月苏拿给这家夫妻 并且和他们商订三到四天供应一次货 今天这一趟出来 一千个刘月苏全部卖完 拿到手三百块钱 加上她手里的钱 现在她一共有六百块钱 够支撑她开一个中等饭馆了 现在的六百块钱可是大钱 只是租门铺的话要不了多少钱 可是开店还得装修店铺 不仅如此 还要购置好些东西呢 而且如果在县城里开店 她必然要租个房子 一个人忙不过来 还得把弟弟也带上 房子不能租得太小 至于家里其他人 她打算等她在县城里稳定之后 再把他们接过来 里里外外算下来 得花不少钱呢 这么一想 荷包里的六百块钱 确实有些捉襟见肘 早上来的时候 把所有的刘月苏 送到各个老板店铺里 也就花了三个小时 现在估摸着应该十一点左右 多余和志成下午 还要去学校报名 许念念决定 再去县城中心一趟 问问李清水 看她知不知道 有啥好门面出租 想干就干 许念念是个行动派 既然决定了 就不带犹豫的 带着许志强 又来到了县城中心 刚一走进李清水的店铺 就看见有个男人 在那里大声和她争吵 李清水的对象脸上 还挂了彩 把李清水护在身后 李清水心疼她男人被打 对着那个男人大吼 那男人背对着大门 所以许念念没法看清她 看背影是个壮汉 身材很是魁梧 许念念和李清水 也算是有演员 看那壮汉伸手要打李清水 反应快过大脑 一下子跑过去 拉住那男人的手腕 那男人是和李清水 以前暧昧过的对象 因为他跟别的女人 裹到一起 李清水就再也没有理过他了 他也是现在才知道 李清水家居然在县城中心 开店铺 立马就动了吃回头草的心思 谁知道 李清水居然找了别的男人 火大之下就打了他对象 见有人居然敢拦着自己 男人反手想捏住对方的手腕 对方却像泥鳅一样躲了过去 挡住了男人的手 许念念立马转到李清水身边 皱眉问李清水 清水姐 再回事啊 软软绵绵的声音 带着一股女儿家娇媚的软浓 听得男人浑身都酥了一下 下意识看向了许念念 男人一眼看见许念念美艳的脸蛋 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三角眼里迸射出一道银邪的光 瞅了李清水一眼 再看眼前的角色 男人脸上的怒气立马收敛 有黑的脸上露出猥琐 又不怀好意的笑 哟 还来了个多管闲事的主啊 他目光向探照灯 从上到下打量许念念 边打量 边发出恶心的嘖嘖声 他打量人的视线 叫人极为不舒服 隐邪的目光 以及恨不得 贴到自己敏感部位的眼神 让许念念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他不是没有被其他男人盯着看过 顶着这样一张美丽的面孔 每次出门 好些男人都会盯着他看 却从来没有谁的目光 会让他这么不舒服 被他盯着那种恶心的感觉 就像是光着脚 走在如是的草地里 被满是疙瘩的癞蛤蟆 爬上脚背 许志强多敏感的人呢 听了男人的话 瞬间感觉到他的恶意 立马走过去 挡在许念念面前 许念念一家人都算高的 许志强和眼前的男人 身高差不多 只不过身形差距却极大 一个是迎风摇摆的竹竿身材 一个是任凭风吹雨打 依旧微然不动的百年老树装 两个许志强加在一起 都不是男人的对手 显然男人也没有把许志强 放在眼里 小子 我劝你啊 最好啊 不要多管闲事 干货店 一般下午生意比较好 中午来往的客人并不多 就那么零星几个 看到这里似乎要闹事 也没有人敢多管闲事 踏进店铺 又立马躲了出去